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仔 我们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 揭秘泰国神秘文化的科普类访谈节目 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 看在这儿非常的人声鼎沸 我们今天来到了黎府旁边的叫丹塞小镇 这里举办为期三天的我们叫鬼面节 鬼面节 就是这个了 完了 掉了 就是这个 鬼面节 鬼面节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边 镜头往这边带 当地的人会面带这个恐怖的鬼面 然后来祭天祭祖 这是他们一个传统的习俗 他们很配合 一个一个 这个鬼面节呢 已经有两年没有办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直到今天呢 疫情已经恢复了 泰国呢慢慢的就可以开放旅游了嘛 所以可以看到不光是当地的泰国朋友 来自世界各地的 刚才我看有欧美朋友啊 日本 韩国的朋友 都来这边参加这一年一度 最大的这个盛典 这是我来泰国十多年见到的第一场 除了火水节 除了天灯节 除了天灯节 第三个最大的节日了 鬼面节呢 又称泰国的鬼节 是泰国礼府当地举行的节日 在每年的六月至七月之间 将会举行三天的活动 确切的日期呢 却是由当地的灵媒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呢 有一部泰国非常有名的电影 就叫做《灵媒》 它的实际取景地就是在泰国的礼府 整个的活动呢 寓意就是祈求风调雨顺 水果稻米 皆能收获丰收 鬼面节的泰语呢 音译就是毗塔空 毗塔空呢 在泰文中意味着就是面目凶恶的鬼 其实呢 举行鬼面节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 魏桑塔拉王子 相传呢 王子是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他给人民带来了丰收和幸福 但是呢 突然有一天 他说他要重返天庭 而且希望所有人都忘记他 众人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的伤心 天神得知此事呢 为之感动 于是呢 天神最后批准王子 重返礼府 当王子回到礼府时呢 当地的男女老幼 以及妖魔鬼怪 一同欢迎王子的回来 然而呢 这些鬼怪的出现 惊吓到了当地的民众 为了抚慰群鬼 就定期举办了祭典祭祀活动 而鬼面节就是用来纪念王子的 当然呢 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传说呢 就是古代呢 有一位富家千金 爱上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农家子弟 因为受到众人的反对呢 于是两人决定私奔 后来呢 他们被人追赶到了佛塔洞穴中 且洞穴的口被人封死 结果 两人饿死 成为厉鬼 骚扰当地的居民 村民呢 形容这对男女鬼 长相青面獠牙 于是便臣服于他们 并称男鬼为 朝帕光 称女鬼为 朝眉南天 村民呢 为了平息怨气 便举办了鬼面节 祈求平安 我们这档节目呢 就是古籍泰国传统文化啊 相信呢 经过这期节目以后呢 大家呢 又对泰国 另一个重大的传统风俗节日 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今天呢 号称啊 泰国旅游局 据不完全统计 有大概小四万人吧 参加了这场活动 我们当时呢 就是停车 也是非常的费劲啊 没想到一下来了这么多的客人 当然呢 也是泰国本地人居多 黎府呢 其实离泰国的青迈呢 大概有四百多公里的车程 这个小镇呢 其实是在黎府的 大概距离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叫做丹塞镇 叫丹塞镇 其实一般的 如果不是自驾的朋友呢 来这边是比较不方便的 你需要坐飞机从曼谷到黎府 然后呢 再坐一个长途车来这边 看大部分这些泰国游客 应该都是自驾来的 还有一些摩托车队啊 怎么样的 如果有机会 希望你们也来体验一下 每年的六月 七月 参加这个鬼面节 好了 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出现了 很久不見 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